大家好,我是小胤 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三款非常受欢迎的视频播放器 VLC、Podplay和MPV 无论你是看电影、电视剧 还是播放自己拍摄的视频 这三款播放器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不过,每款播放器也都有它独特的优势 满足不同的用户群体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对比一下 看看哪一款最适合你 首先,我们来看看目前使用人数最多的播放器 VLC VLC是一款完全开源的免费播放器 没有任何广告和捆帽软件 它是由一个叫V6NAN的非盈利组织开发的 这个项目最早是在法国的一所大学里启动的 目的是帮助学生和教授在校园网络中播放视频 VLC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包括Windows、Micro、Linux、IOS和Android 与PotPlayer和MPV相比 VLC是唯一一款可以在手机上使用的视频播放器 此外,VLC在所有操作系统上的界面和功能都是一样的 用户不需要重新学习每个版本的操作方式 就能在各平台间无缝切换使用 虽然VLC的界面不如PotPlayer美观 但身在简洁明了,操作逻辑清晰 不需要繁琐的设置 它的默认配置已经足以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 而且支持播放所有产件的音视频格式 不需要额外安装任何解码器 就像打开电视一样,开箱即用 如果你希望把视频分享给朋友 但是担心对方的设备可能不支持某些格式 你可以使用内置的格式转换功能 让视频文件转换成更常见的格式 VLC还支持录制桌面和捕捉网络设计头等视频设备的内容 如果你对画面效果不满意 还可以给视频添加效果和滤镜 以及调整亮度 对比度 色调等 除此之外,VLC还支持多种字幕格式 可以调整字幕的同步 字体 颜色 不过,VLC提供的基础功能比较少 一些界面美化 更复杂的色彩修正和调整 自动搜索和下载字幕的高级功能 需要通过安装和配置插件来实现 对于不熟悉插件使用的用户来说 可能有一定难度 而且相比PortPlay和MPV 虽然VLC支持硬件加速 但其硬件加速的实现和优化程度相对较低 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会更依赖CPU进行解码 如果你的电脑比较老旧 在播放4K或8K视频时 可能会遇到性能问题 播放不够流畅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款视频播放器 PortPlayer PortPlayer是由韩国公司Coco开发的 有意思的是 PortPlayer的开发者曾参与过另外一款 非常流行的播放器 KMPR的开发 因此你可能会发现 这两款播放器在基础功能和用户体验上 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过 PortPlayer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进和优化 因此比KMPR更受欢迎 虽然PortPlayer只支持Windows平台 但用户的占有量已经接近于支持全平台的VLC 与VLC类似 PortPlayer也支持硬件加速 而且PortPlayer对硬件加速的支持和优化更出色 它能够自动检测系统的硬件加速能力 并选择最适合的技术 特别是在播放4K 8K视频时 PortPlayer能够提供非常流畅的播放体验 减少卡顿和调增现象 PortPlayer不但默认界面非常美观 而且还提供了丰富的界面皮肤和自定义选项 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整播放器的外观和功能布局 作为一个通用的direction播放器 PortPlayer能够利用Windows系统上安装的各种音视频编辑码器来播放视频 虽然PortPlayer支持的格式与VLC类似 两款播放器都支持几乎所有音视频格式 但是由于Delicture是Microsoft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一部分 因此PortPlayer可以确保播放器在处理大文件或者复杂编码视频时 不会过度消耗系统资源 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和快速响应 如果你是一位音乐制作人 音频工程师或视频编辑人员 那一定要了解一下PortPlayer PortPlayer内置了强大的去皂、锐化和色彩增强功能 可以轻松调整音频均衡器 以及视频的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等视频效果 除此之外 PortPlayer的截图功能也非常强大 它不但截图质量高 还可以设置截图格式 选择是否截取字幕 如果你需要大量截图 还可以选择自动批量截图功能 在设置中指定需要的图片数量 然后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或帧数进行连续截图 除了截图 你还可以用PortPlayer来录制视频 它直接录制播放源 而不是录制屏幕 所以录制的视频质量非常高 在录制过程中 你可以隐藏录制弹框 甚至是最小化PortPlayer 同时进行其他操作 而不会中断录制 如果你下载的电影没有字幕 PortPlayer直接集成了在线字幕搜索和下载功能 还可以任意调整字幕样式 检视时间和位置 和VLC一样 PortPlayer也支持捕获网络摄像头 但有时PortPlayer在处理某些特定品牌或型号的网络摄像机时 会遇到兼容性问题 相比之下 VLC支持广泛的网络流媒体协议 能够处理更多种类的网络摄像机 由于PortPlayer功能丰富 导致界面选项也比较多 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设置 初次使用可能会让新用户感到有些复杂和混暖 而且PortPlayer是避原软件 对于一些重视开源和透明性的用户来说 可能是一个缺点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MPV MPV和VLC一样 是一个免费开源的播放器 没有广告 也没有捆绑软件 MPV基于两款经典播放器 MPRoy和MPRoy2的代码开发而来 这些播放器在Linux社区中非常受欢迎 而且MPV进一步完善了它们在性能 气量级设计和自定义能力方面的优点 MPV不仅适用于Linux 还支持Windows、Micro和其他一些比较小众的操作系统 相比于PortPlayer和VLC MPV是三个播放器中最轻量化的一个 也是性能最出色的播放器 它专注于播放本身 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功能和插件 甚至连用户操作界面都没有 只有一个简单的播放窗口和底部的播放 暂停、上一个视频、下一个视频、播放进度条、声音控制、字幕控制 这些基础的按钮 没有任何其他功能操作按钮 所以它在资源占用上远低于VLC和PortPlayer 由于其极简设计和高效的代码 MPV适合在各种硬件环境下使用 在性能较差的老旧计算机上也能轻松运行 当然像播放4K、8K这种高分辨率视频也是轻松拿捏 MPV和PortPlayer一样都支持多种硬件加速技术 但MPV的硬件加速优化更加深入 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硬件环境 非常灵活的启用和调整硬件加速选项 最大化硬件加速的效率 MPV在格式支持上虽然不如VLC和PortPlayer全面 但它也能够支持许多不同的音频和视频格式 无论是常见的还是不常见的文件格式 不需要安装额外的解码器 MPV基本都能播放 初次使用MPV需要进行一些配置工作 虽然没有用户操作界面 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脚本和配置文件 精确地控制各个方面的功能和视频播放效果 对新用户来说可能比较难上手 但熟悉配置文件后 使用起来比用户操作界面还方便 通过脚本和配置文件 可以实现非常多的自定义功能 比如截图、加载字幕、自动跳过片头片尾 调整音量和视频效果 连续播放下一个视频 自定义快捷键等 你还可以自定义字幕的外观 调整字幕的样式、位置、大小等参数 你甚至可以根据视频的不同类型或时间段 自动调整音量或屏幕亮度 比如网上看视频时自动降低亮度等等 而且因为MPV是开源的 且知识的脚本语言总内也很广泛 导致MPV的社区非常活跃 有很多开发者不断贡献新的扩展功能 所以这些有趣的、想到和想象不到的功能 你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脚本文件 不过,要充分利用MPV的全部功能 用户需要一定的学习和适应时间 可能让习惯于使用传统播放器的用户感到不太友好 每个人对播放器的需求都不同 如果你不需要太多划设的功能 只希望播放器简单好用 且电脑配置比较现代 VLC非常适合你 如果你希望使用一个易于配置和使用的播放器 并且对硬件加速有较高要求 Podplay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对性能和资源占用有极高的要求 或者你是一位技术爱好者 并且愿意进行手动配置 那一定要尝试一下MPV这款播放器 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了 三款热门播放器之间的区别 帮助你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播放器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